要不是看网友回复的话 我还真不知道勺子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惭愧惭愧惭愧 让大伙儿见笑了 不过啊 那有些个设计真是让人摸不到头脑 比如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锤子是这样的 哪里 但是有人啊 他就觉得这个设计不好看 非要设计成这样 还有人觉得这个螺丝刀 它设计也不够个性 于是给它搞了个传心的版本 还有剪刀 你照项 听着面 说到这个剪刀 我就想到了另外一款剪刀 到现在我都没搞明白 这个剪刀到底是干啥的 你们看看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我看到这个剪刀 我就莫名的想笑 还有人觉得这个胶里面 浇花了这个花嫂 那个喷水总是喷不准 于是来给它装了个八倍镜 这些设计吧 我多多少少还能找到点理由 但是接下来这个设计 我是完全看不懂 你们看看 大哥 你这么设计 你就不怕加着肉吗 哈哈哈哈 其实我觉得加着肉都是歧视 要换一下这样呢 你胖子 你胖子 肉不胖子 你了啊 我 我 你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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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子 你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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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家伙 但凡有一点火山蜜 你也不至于对停这样 呀兄弟呀 跟你胖子 胖子